第米的香和修法是如何做的 在六江修法老师吴兆勋是从今两行结合做的 从修法的作品看出第二香 让作品是进到第八 进到有人们的气泄 在开始修法之前 老师是先放松一下心情 等到心情变成后才开始来修修法 把第米底加入麦里面 老师说这其实是一个科学 原本只是因为麦太高想要缴合一下 想到后来发现麦加入第米底后 会有这么多效果 每当要书写创作的时候 往往都会先泡个茶 品一些品名来沉淀心情 来提升 那有一次呢 因为泡茶喝茶的关系呢 耽搁了时间 所以磨磨器的磨呢 持续的在磨 结果磨得太融错了 那刚好想说 嘿,我们刚刚泡的茶汤还有 不妨加入到磨池里面试试看 结果一试效果不错 因为堆里面有很丰富的体质 在你自己摸之后 射出来你会随着时间再受到空气 让你的射水变得更加逐温 李维干也发出潜优的地米香 就是后来呢 我们表装之后呢 我们发现到说 我们这个墨色呢 可能是因为茶汤里面的铁池的氧化作用 让整个的墨色呢 更加的粉厚 更加的自然 同时呢 除了墨香之外 我们还能够隐约的 来嗅觉到那种淡淡的茶香 让我们感觉起来 非常的一夜 非常的舒服 原本就是想要透过的 喝茶来变成心情 让夏淑发来的时候 可以发挥得更好 现在墨里面的 仅有第米茶这个元素 也让老师的作品 变得更加的别 新中华新闻创中请六港蔡宏布德